拜登政府4月16日推出美国全球健康安全战略 目的是要保护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健康 生命和经济安全 白宫的声明说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国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 极大的社会破坏 以及全球几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024年美国将通过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 加强全球健康安全能力 减轻健康安全威胁冲击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在源头预防、侦测和控制这些威胁 未来五年 美国还将继续推动全球政策方面的努力 包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大流行协议 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 加速兑现七国集团 有关协助至少100个中低收入国家 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 建立抗疫核心能力的承诺 未来五年 美国将更好地整合利用全球各种卫生计划 包括人道主义和灾害应对 食品安全、水源卫生以及社区领导力方面的计划 此外 美国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全球健康安全的单一卫生方案 包括整合来自人类、动物、植物以及环境方面的传染病数据 同时加强研究网络 包括进行全球临床实验的网络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4月15日表示 已对马里兰州巴尔地模式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桥 上个月被货轮撞塌事件启动了一项刑事调查 该部门正在调查撞桥前发生的事情 已判定船员是否是在明知该船有重大运行问题的情况下 仍然驶离港口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也在调查这一事故 另一方面 巴尔地模式长布兰登斯科特 于15日宣布与两家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发起法律行动追究负有责任的肇事者 包括商船大理号的船东 租船方、管理方、运营方和制造商 以及任何其他有可能承担责任的第三方 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已表示预计在月底前开通一条准入有限的河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6日异常直接地批评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称美国近期在发达经济体中的突出表现部分源自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推动 华盛顿的过渡支出有可能重新引发通胀 并通过提高全球融资成本 危及全球财政和金融的长期稳定 该组织警告说美国政府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近年来与疫情相关的刺激政策 对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的积极投资 以及爆炸性的利息成本推动了美国的赤字支出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 公众持有债券占GDP比重 预计将从2023年底的97% 升至2033年的114% 高达45.7万亿美元 美财长耶伦一直试图淡化人们 对该数据日益增长的担忧 他一再表示 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最佳标准 是长债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并根据通胀进行调整 白宫预测 未来十年的实际净利息支出 将保持在GDP的2%以下 然而 耶伦也承认如果利率持续走高 这一预测也会受到影响 一套新进成交的老洋房 给上海鼎豪市场再添一把火 近日 上海静安区据鹿鹿的一套花园洋房易主 成交总价约3.1亿元 产正面积约307平方米 占地面积约557平方米 成交单价约100.9万元每平方米 创下新高 此前上海豪宅单价天花板是2021年10月成交的华山路889号 单价75万元每平方米 公开信息显示 据鹿鹿880号所在的建筑群为英式花园住宅 专幕结构 1930年建造 共12状 沿路排列 这处建筑群是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乌达克自立门户后的首个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 此类老洋房产品 供给太少 而且又都是超大宗交易 由于其地段 品项 花园 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 稀缺性和收藏价值 通常是一房一家 整体而言 可对比性和参考性较弱 据克尔瑞研究中心统计 从上海二手豪宅的成交情况来看 老洋房占比约三成 单价普遍在20万元每平方米以上 但单价超60万元每平方米的仍是个例 项目 第二个 项目 项目 团